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第821章 一个月后 原是宇宙 人类疆域 地球 亚洲大陆的其中一座城市内 一休闲餐厅角落 正有这一名穿着休闲服的 黑发青年座那里 面前摆放着一壶茶和一茶杯 自真自已 这次在摩亚星系投资 当初和那星系土皇帝联手 是希望做很多事情更方便 给他10%股份 根本就是个大错误 这一个星系土皇帝 实在太贪婪了 经常在里面捞钱 还真以为 和我们前五宇宙国距离遥远 我们就奈何不了他呀 要玩死他不要太轻松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 是家族对我的考验 我的每一次操作 都在家族的考核中 我早就通过高层把他玩死了 还差点 还差点才能成为狱主啊 容易吗 为了能在地球上生孩子 我汇入了三颗生命星球啊 餐厅中各种谈话 听得罗峰不由笑起来 能在地球生活的 都是地球人一脉中的大家族 精英等等 从一个餐厅听听那些琐事谈话 便能得出结论 阿峰 一道声音响起 罗峰抬头 一鸣显得很是 谦和中年男子走过来 朝罗峰一笑 边坐罗峰对面 魏文 罗峰也笑道 他们听不到嘛 魏文连朝四周看 我们说话交谈 他们记忆中都不会有我们存在 罗峰直接道 厉害 魏文竖起大拇指 也不看看我是谁 罗峰业余笑道 你牛 谁不知道你罗峰牛得一塌糊涂 魏文道 怎么选这地方 多听挺多看看 在地球生活 都是地球人一脉的精英 从他们一些谈话中 也能感受到 整个地球人一脉情况 罗峰道 魏文点点头 魏文 你怎么还在遇出纠结 我给你的资源 你修炼到不朽应该很容易 罗峰道 魏文是自己 从穿开裆裤去玩大兄弟 感情之深 就像自己和罗华一般 当初自己担任 前无分部监察特使时 魏文就已经是恒星级 后来很快跨越到宇宙级 在供应资源上 罗峰对父母 妻子 兄弟罗华 魏文 算是大量供应 至少保证他们 都能达到不朽 反而向儿子 罗平 罗海 要求更加苛刻 至于孙子 孙女等无数罗家子弟 就得靠自己了 没有无限供应那种好事 将地球上 罗峰当年结交的一些兄弟 按照关系越近 虽有帮助 却有限 这不还早吗 狱主能活百万年 现在还早着呢 好好好 回头我训练到戒主就是了 魏文道 这才对嘛 虽然地位不断上升 可对自家兄弟 罗峰却从来没有摆过威风 因为一直是平等对待 所以魏文明知道 罗峰现在地位超高 可因为结交惯了 加上在他面前 罗峰一直宛如平常人 倒也能够很随意交谈 和魏文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待到天黑 才分开 走在街道上 罗峰却是思绪纷飞 我现在有三件事 一是白色鱼翼需要收 不过得魔力意志 达到宇宙最强者意志才能做到 三大绝地都有魔力意志的地方 二是那杰凡子的遗宝 杰凡子啊杰凡子 我知道你势力强 你将地图信物留在 清风界核心之地也就罢了 你将遗物宝藏 也留在那宇宙周深处 这不是折磨我们 三是座山客老师 从那白色羽翼破损 遥远轮回时代的杰凡子 和真灵去闯轮回 等一个个看来 宇宙最强者也有诸多烦恼啊 座山客老师在这种情况下 还耗费那么多精力培养弟子 甚至将一件志强之宝都给了弟子 说没谋划我都不信 罗峰暗道 座山客的谋划 罗峰暗暗记心底 虽然尊重座山客 信任座山客 可以得有这一份警惕之心 可别被别人卖了 还帮别人数钱呢 座山客老师的事还很遥远 不管怎样 实力越强 应付诸多困境的手段 就越多 罗峰暗道 现在就增强实力吧 收复白色羽翼 而且白色羽翼已经破损 需要吞噬大量珍贵材料恢复 那杰凡子遗留的宝藏 刚好用来恢复白色羽翼 罗峰计划倒是很好 只是显然白色羽翼和杰凡子宝藏 都不容易拿 之前杰凡子的信物 其实摆放的就很危险 是在清风界核心之地 幸好罗峰暗记好 乘坐星辰塔沿着洞穴 逆流而上 碰巧发现了宝藏 只是想要取得在 宇宙周中的宝藏 可没这等接近呢 地图有 可得自己去闯啊 既然如此 我魔力一只地方 就顺便选在宇宙周吧 罗峰暗道 行动前 得搜集更多宇宙周资料 那可是三大绝地 朝里面深处闯 连混沌成猪老师 都可能陨落 我也不能乱来 杰凡子遗留宝藏 其实并非是给什么弟子 而显然是给同层次某个强者 因为摆放地点 不管是清风界核心之地 还是宇宙周深处 即使混沌成主能耐 都没把握闯到 轮回 看样子 清风界深处有轮回 或许有不少宇宙最强者 遗留宝藏 或者闯轮回失败等等 遗留宝物在深处 罗峰也猜除 核心之地怕有不少 历代宇宙最强者的一些遗物 可就是不敢肆意去寻找 罗峰开始搜集宇宙周资料 茫茫宇宙海 清风界主山峰内与内 寒风呼啸的虚空中 正有着两道身影 温顿成主 今天你是站也得站 不站也得站 一身金色铠甲的身影 有着三面八臂 八条手臂各有一身锤 且每一身锤或大或小 且引动一秘法 拎着金色铠甲身后 出现一巨大的锯锤虚影 秘法虚影 一身金袍的混沌 城主摇摇看着 你是紫月圣地的 我没见过你 也没听出过你的资料 你应该是第一次出圣地宇宙 难道你的试炼之战 你选我当对手吗 宇宙海 两大圣地宇宙 其中少小些的 被称作紫月圣地 无愧是混沌成主 对 我试炼之战 就是选你当对手 金甲强者三面八臂 分猙獰面孔 和善面孔 冷漠面孔 此刻的猙獰面孔 正面对混沌成主 要选就选强的 我可不屑选择那些 弱的宇宙之主 真是难缠的 动手吧 混沌成主道 好 我倒要瞧瞧 在我圣地宇宙强者中 名气这般大的混沌成主 到底有多么厉害 金甲强者瞬间变化为 蓄无开始攻击 轰隆隆 就仿佛巨大车轮缓缓滚动 八柄神锤或大或小 进阶化为模糊蓄影 和那金甲强者 原本身后的巨锤蓄影 二为一 蓄影凝实 直接化为一无比巨大的神锤 神锤缓缓飞行 碾压寸寸空间 令每一寸空间都湮灭 以来便是最强密法 混沌成主微微摇头 混沌 开 混沌成主一掌迎上去 手掌迅速变大 直接变成一金灿灿巨大手掌 手掌中一宇宙逐渐诞生 混沌分 金木水火土 风雷电 光线等诸多能量 分而诞生 砰了一下 巨大金色手掌 直接拍摄在 那宛如灭尸的巨大神锤上 轰隆一下 巨大神锤 直接崩溃溃散 化为了金甲强者 那三面八臂的金甲强者 抓着的八柄神锤 远远抛飞开去 直接撞击到远处的一道呼啸寒风 将它整个冻结起来 紧跟着砰的一声 冰块碎裂 金甲强者从中出来 直接撕声道 厉害 厉害 不愧是混沌城主 不愧是始祖称之为 下一个最有希望 成为宇宙最强者的 你的掌指拳 一个骑手掌 我便败了 是我自大的 轰了一下 一道流光闪烁 那强者已然离去 下一个最有希望 成为宇宙最强者的 混沌城主 轻声自语 摇头叹息 哎 两大圣地宇宙的宇宙始祖 三大轮回时代 也没谁见过 那位紫月宇宙始祖 竟然这么说我 令那紫月圣地 出来的一个个宇宙之主 经常找我失恋之战的 太常见了 混沌城主经常碰到 两大圣地的找他 论身体 他远远不如星河之主 等存在厉害 他身体只能算是 很一般体积 无法和逆天的 特殊生命相比较 可战斗力 混沌城主 却是公认的强大 并且是被认为 很有希望 成为宇宙最强者 混沌 混沌 我走过了大运了 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一巨斧 至强之宝 已然成功认主了 告诉我人类 其他宇宙之主吧 这是我人类族群 一大喜事 就在这时候 虚拟宇宙中的巨斧创始者 直接给混沌城主 一则讯息 至强之宝 巨斧他得到了 至强之宝 混沌城主 顿时激动万分 这可是整个人类族群的盛事 顾不得多少 他连忙将这消息 告诉了人类的 其他诸位宇宙之主 很快 罗锋 黑暗之主 虚金之主 等一个个都得到消息 各个为之震撼 激动 至强之宝 乃是震足之宝 作为巅峰族群 若是没有一件 至强之宝 在族群当中 人类族群的诸多超级存在 心中也是一直有些不安的 而现在巨斧创始者 得到了一件 至强之宝 这简直就是强强联合 领人类强者各个激动 虚拟宇宙 那独立未灭空间 人类族群 超级存在们 齐聚一起 在原族被镇压 我人类族群一直隐忍 直到今日 巨斧创始者 有至强至宝在手 我人类族群在原始宇宙中 地位便不可撼动了 我刚刚得到消息之后 都有些发懵 现在才敢确定 在原族被镇压 当初根本不敢和我们斗的 妖族 虫族 机械族 就一直想要压我妹头 特别是妖族 现在巨斧有了至强至宝 那妖族的两位妖族 怕也不敢那么嚣张的 长桌上 一盘盘佳肴 一壶壶美酒奉上 巨斧创始者 十九名宇宙之主都坐那里 大肆喝酒 高声谈论 都显得很兴奋 大家暂且保密 巨斧创始者连道 我现在还在清风界内宇 要赶回来 也得要些时间 而且我得到至强至宝消息 除了我们人类族群强者之外 没有其他谁知道 暂且保密吧 待到恰当时机 我再使用至强至宝 以获得奇效 对 就是这样 一个个宇宙之主 进阶点头 拥有至强至宝的秘密 将来肯定会公开 毕竟拥有一件至强至宝 总不能一直藏着野者 巨斧创始者可不像罗锋 罗锋现在就是一名宇宙尊者 即使凭借密文图流派造诣高深 凭借至强至宝星辰塔 在宇宙之主中都算不上最顶尖的 最多是保命能力超强而已 巨斧创始者却完全不同 一场庆贺盛宴 人人欢喜 这乃是人类族群一大盛始 代表着人类族群 终极武力的一次跨越 自然格格激动 所以 先是聚集一起喝酒庆贺 紧跟着 也是三三两两 彼此谈笑着 罗锋 混沌城主端着一黑色酒杯 走向罗锋 罗锋也拎着一壶酒 老师 罗锋连忙硬道 今天开心 真是开心 巨斧他最擅长的便是斧法 且是以斧跨入宇宙最强者行列 混沌感叹道 这次恰好得到的支枪之宝 就是一柄巨斧 这样的一柄支枪之宝在手 巨斧他的实力 绝对达到一个崭新高度 罗锋也连点头 对 支枪之宝也要看适合不适合 一个用斧头的 突然得到一柄剑形支枪之宝 虽然用起来实力能得到提升 可终究是不如使用斧头类支枪之宝 当然 斧头类支枪之宝 看似属于攻击 可既然作为支枪之宝 一般都是兼有诸多未能的 罗锋 你之前和我要那宇宙周资料 混沌城主道 之前给过你一份 我刚刚和巨斧聊过的 他哪还有更加详细的 我现在便发给你 谢谢老师 罗锋大喜 巨斧创始者带着的地图资料 宇宙周资料自然是越详细越好 毕竟那位不知道哪一个轮回时代的 杰凡子遗留的那千丝图 记载的也仅仅是宇宙周中 其中极少一部分区域而已 三大决地 既然是决地 那无尽岁月来 便没有一个强者 能够真的有完整决地地图 没时有这样能耐探索清楚 决地的每一个地方 老师 我也有一份关于宇宙周地图 罗锋连忙道 是我在清风舰内机缘桥下得到的 我发给老师 哪个呀 哪个势力的 混沌成竹端着酒杯笑着 可紧跟着 他笑容凝固了 端着酒杯愣了许久 而后惊叹看向罗锋 好小子呀 竟然都记载了宇宙周部分核心区域 我人类族群到现在搜集的宇宙周地图资料加起来 也就和你这一份相当了 是从第一宇宙时代强者那得到的 一般强者 即使看过地图资料 都会迅速销毁 不会随身携带着 混沌成竹看向罗锋 就像是我人类宇宙族群 我上次让你观看 也是让你迅速销毁的 而敢真正随身携带地图的 那都是极度自信的 比如我 比如巨幅 比如一些保命能力超强的宇宙之主 以及诸多的宇宙最强者 混沌成竹道 罗锋点头 绝地地图乃是一个族群机密 也就族群最高层的共享 比如巨幅创始者得到 会无偿地给其他宇宙之主 罗锋得到之后献给族群 大家也会无偿共享 这里的无偿共享 是族群内部的共享 而外部势力付出再大代价 人类族群都是不会轻易交易 即使交易 那也是经过族群高层商议 才会去做 或者唯有巨幅创始者 单独本身有资格交易 能随身携带地图的 那都不是一般存在 我还没有能耐击杀 罗锋摇头 我是在清风界水域探宝 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一份千丝图 千丝图中 便记载着这宇宙周地图 千丝图 这么奢侈 应该是宇宙最强者吧 混沌城主感慨唏嘘 也对 一个个轮回时代 在遥远时期 不知道有多少宇宙最强者运落 他们遗留的一些地图 或者宝物碎片等等 三大绝地内 经常能发现一些痕迹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